环球时报综合报道,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,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于10月25日至27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。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2日宣布的这一消息,无疑是中日关系自2011年以来的重大事件,因为这是日本首相时隔7年的正式访华。 安倍晋三继希望与此次政治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第几40周年重要节点的访华之旅呢,将中日关系提升至一新阶段,并为双方在第三国市场带来更多合作。 中日首脑外交恢复,有助于中日规定判,修复互信,培养合作气氛,威武实信合作创造前提。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陆浩12日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表示,此外,政治关系的修复,对于逐步留着两国间长期相互的负面认知,改善国民感情具有重大意义。 对于安倍积极改善对华关系的重要原因,接受《环球时报》记者采访的中国学者认为是由内外因素综合驱动。 陆浩表示,从外不因素看,中美日三边互动对日本外交,被影响显而易见。 特朗普转变美国全球其亚太战略,对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国实施交易外交。 其政策压力及不确定性迫使日本在中美大国,兼采取更为平衡的姿态,通过改善对华关系,确保和扩大战略余地。 周永生告诉《环球时报》记者,从内部因素看,日本政府想巩固安倍经济学的成效,这就需要扩大中国市场,加强与中国的合作。 路透社说,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维系商界关系,对日本来说至关重要,想要确保日本经济的可持续增长,就不能忽视与中国的关系。 日本外务省一名官员这样说,目前,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,日本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,第四大投资国。 日本贸易真心机构的一份报告显示,2017年,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现五年内的第一次增长,该趋势延续至今年的前八个月。 与此同时,日本企业也乐见中越关系正常化,这样他们就能与欧美公司展开竞争,路透社长,安倍此次访华的一个重头信誓。 中越将举办第三国市场合作论坛,预计有大约一千名企业界人士和贸易官员出席。 日本经济新闻12日说,该论坛预计将签署包含基础设施等超过30项合作文件,讨论泰国铁路建设,中欧铁路物流合作,政府金融机构出资等问题。 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的一名高级经济学者对路透社说,这些协议会成为中越关系改善的标志,有了好的开端。 中越两国下一步,可以在地区经济领域开展合作。 周永生说,比如推动建立中越或者中越韩自由贸易区,进一步加强东亚经济合作,围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,初步达成一致等等。 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郭伟明,李正环球时报记者郭月丹,王惠聪露涛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!